为了决定台北市长人选 绿营将在6月12号进行民调 而民进党协调小组上午邀请了台大议事柯文哲 与党内初选胜出的立委姚文志协调辩论的场次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会商之后 决定要从5月31号到6月7号之间 举办辩论与证件发表会总共三场 十场是气话啦 是觉得说 就是说拜托大家 这个能够把我们的想法比较公平的报道 本来我当然希望是比较这个严格标准的辩论会啦 那不过大家讨论之后 那形式上有三场 那内容上有做了一些变化 我想政治本来就是大家谈判妥协 我觉得也就可以接受 我想就按照姚委员的意见三场嘛 就是说三场有不同的方式 这样也比较活泼啦 有比较不同的面向 这样可以比较有多的机会 让大众去了解我们在享受 民间党台北市长协调小组召集人高志鹏 以及台北市议会党团总召刘耀人 今天邀请柯文哲与姚文志进行辩论方向做讨论 协调会从11点一局开到下午1点多 双方才达成共识 举办辩论与证件发表会总共三场 而党内也将在下个月12号 跟国民党连盛文进行对比式民调 再决定最后的整合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